妖孽究竟从何而来 百年LMV正陷入一场世纪罕见的信任危机 第一次让伦敦金属交易所陷入生存危机的压控风暴 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 1887年 法国实业家PS Equiton开始垄断铜市场 导致铜价翻了于一倍 后来他失去了控制 铜价崩盘 自那以后的于一个世纪时间里 这一金属交易所经受住了两次世界大战 一系列丑闻和违约事件的考验 巩固了其作为伦敦金融城中重要一环的地位 掌控着主要工业金属的全球定价权 然而如今 这一地位正受到日益严峻的威胁 原因是另一场史无前例的逼控行情 这次发生在链市场 这对RME的信誉 造成了严重破坏投资者对RME预取价格 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 飙升250% 然后追溯性的取消39亿美元的交易感到愤怒 当该交易所试图重新开放市场时 其电子交易系统又多次出现了故障 矿业高管托克集团前金属交易员 马克汤森表示 突然之间 RME显然很无能 汤森已成为该交易所 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在最新的一次采访中 RME首席执行官马修张伯伦表示 过去两周对金属市场来说 是一段难以置信的艰难时期 他正专注于确保此类性质的事件不再发生 3月7日至8日 在RME大厅中央标志性的红色环状沙发上 交易商们公开见证了一场史诗级的文涅逼控行情上演 传言称青山控股遭外资逼空 涅价两天连续暴涨近250% 在市场失去秩序的情况下 RME追寻精算公司后 不得不决定暂停交易 并基于维护市场稳定和完整的考量 取消了8日零点后的所有交易 同时将市场回复到失控前的状态 即3月7日的收盘价 张伯伦在接受采访时称 去年银行业层倍提高 金属市场透明度的举措表示反对 而原本这些泥中的调整 可以使RME在此轮涅价飙涨之前 就对空投投寸实施管控 据彭国社报道 在青山控股时控人向光达 拥有的超过15万吨的空投投寸 只有3万吨是直接在RME的场内交易中持有 而其余部分则是通过 与摩根大通为首的华尔街银行 包括法国巴黎银行 扎打银行和大华银行等的双边场外交易中持有 张伯伦呼吁加强对场外大宗商品市场的监管 类似于许多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的监管措施 他表示 现在需要就如何更好的控制场外交易市场 对交易所的影响 展开成熟的讨论 这可能与我们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在其他资产类别中看到的情况类似 这些监管措施 还没有应用到大宗商品上 也许未来需要这样做 伦敦金属交易所自2012年以来 一直为港交所所有 后者目前能够成为交易规则变更的最终决策者 但其必须与市场参与者协商 并且通常需要努力 让包括许多大银行在内的核心会员满意 在去年提出提高场外交易头寸透明度的同时 LME关闭公开叫价交易大厅的Win的提议 也遭到了用户的强烈反对 LME后来无奈放弃了这一提议 张伯伦本人也应该交易所 过去两周的一系列决策和漏洞 而而面临了用户的强烈批评 除了最初的压控风暴 伦涅交易自本周三重启以来 还受到了一系列电子市场故障的影响 张伯伦将电子市场的失灵 归咎于基础第三方软件的漏洞 并表示 如果LME要等到所有这类问题都得到解决 将进一步推迟市场的重新开放 回顾历史 伴随着技术变革提高的生产力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火 帮助英国在18至19世纪成为了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 随之而来的 是整个国家对全世界资源资源的巨大需求 电报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使得启航和到港的时间信息传递更为方便 精明的金属商人们 开始汇聚一堂 以传奇信息为依据 坐远期金属交易 这便是成立于 1876年的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由来 时至今日 英国早已不再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在全球领域内金属消费 供给和贸易中的比重也节节下滑 但全球金属的定价权 却仍被其牢牢的把握住了 百余年来LME在全球金属市场的地位 至今无人可撼动 然而 甚至于不仅仅是在涉及技术方面 直到2019年 LME才禁止其场内交易员在白天饮酒 并对在伦敦年度聚会期间 在夜场和赌场举办派对的会员公司进行打击 过去两周在亲密交易上的溃败 也可能使LME未来的发展计划陷入混乱 在过去10年的部分时间里 LME都把增长的希望 寄托在吸引美国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投资者上 现在 这些金融投资者中的许多人表示 他们可能会放弃进军LME 据知情人士透露 其中一些公司正在美国和英国进行诉讼 一家大型宏观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表示 他已经停止在他的相对价值账户中 交易任何LME合约 开账户压注于商品 股票和货币之间的价格差异 自本月危机爆发以来 LME面市场的交易量已受到打击 因为面市场的交易陷入停滞 而其他LME旗舰合约的交易活动也出现下降 表明人们在通过该交易所执行交易方面 普遍存在犹豫 值得一提的是 对张伯伦来说 这场妖念风波 或许也将为其长达10年的LME职业生涯中 画上一个令人感到泄气的结尾 在此之前 他原本已经准备离开LME了 他本打算在4月底离开交易所 去经营一家加密货币初创公司 他目前拒绝证实自己是否还会离开 只是表示我目前还在这里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贸易公司康靠的 Visoces Limited的联究总监 Duncan Hawks表示 可以想象 在5年或10年后 LME可能将不再是全球最主要的金属交易市场 上期所将取而代之 我会尽我会尽我